老赵和老张是同龄好友,不幸的是五年前同样患上了一肝肝硬化,老赵很珍惜健康,从那以后改变了原先的不良生活习惯,戒烟戒酒,不再熬夜打麻将,并且订阅医学保健报刊,学习并实践着,老赵却不以为然,他认为自己身体坚持能扛住,而且都年过半百了,没必要约束自己。 所以生活已久,老赵劝他,他却说老赵没哥们儿一起,害他喝酒,打排场了伙伴,一转眼,五年过去了,老赵,老张两人的健康状况大相信情,老赵身体仍很不错,精力充沛,退休后在一家单位到了门外,而老赵呢,身体每况愈下,一年前吐了一次血差点要了命,半年前开始出现黄胆和腹水。 老赵倒看望卧床不体的老张,老张含泪无语,后悔不迭。 在中国,肝硬化最常见的病因是病毒性肝炎和长期需求,一旦形成肝硬化,肝脏的正常结构就发生了改变,功能也显著下降,这是药物会变的力不从心。 而为了防止疾病的进一步发展,个人生活调养就显得格外重要,上面老赵和老张截然不同的健康状况,就是个很好的证明。 生活中,肝硬化患者您注意一下四方面问题,一,保持平和,稳定的情绪,平和,稳定的情绪有助于饮食和睡眠,维持免疫功能的正常发挥。 对,有利于肝细胞的修复,终于有句古话,叫做怒上肝,这是有科学道理的,用现代医学理论来解释就是,在动怒的情况下,人体的交感神经高度兴奋,代谢废物增多,会加重肝脏负担,同时使肝脏血流减少,肝细胞缺险,加重肝损伤。 所以,平时要避免情绪的大起大落,于是,要冷静思考,从容对待,一旦发生矛盾争执,可是做几次深呼吸,以平易自己亢奋的情绪,睡眠和情绪会互相影响,不是特别需要就不要熬夜,每天要保证七到八小时的充足睡眠,如果实在难以入眠,可是量服用镇静药。 二,保证营养,科学饮食,肝硬化形成后,肝脏的代谢功能已不堪重负,此时,要保证正常营养的需要,又不能增加肝脏负担。 在饮食上就要格外讲究,肝功能正常的患者可以考虑优质蛋白,高维生素,低脂肪饮食,鸡蛋,牛奶,瘦肉,新鲜的蔬菜和软质水果如香蕉,草莓,西红柿等,都是不错的选择。 但对于肝功能明显异常的患者来说,蛋白质是要有所控制的,因为高蛋白饮食会诱发肝昏迷,此时饮食应以清淡为主,并且一定要保持大便通畅,牛腹水,下肢水肿的患者饮食不可过嫌。 所有肝异化患者都要避免进食粗糙食物,如煎锅、油条等,以免划破血张的食管为底静脉,引起消化到大猪血。 三,严格记酒,不要吸烟,酒的化学成分为乙醇,主要通过肝脏带性软便为乙醇和乙酸,乙醇和乙醇都是高活性氧化物,特别是乙醇对肝细胞具有直接破坏作用。 肝硬化本身已有明显肝损害,如果饮酒,必然血上加霜,加速肝硬化的进程,甚至催化肝癌的发生,酒的度数越高,摄入量越大多,肝损伤就越严重。 所以,肝硬化患者必须绝对记酒,烟草对肝脏的毒性作用似乎不如酒精明显,但烟草中含有的泥骨丁、胶油、粉病皮等有害物质,对健康的损害也是明确的。 这些有害物质进入体内后必然经由肝脏代谢,会下重肝脏负担,并直接遵害肝细胞。 另外,泥骨丁会影响肝脏微循环,使肝脏缺血,影响肝功能。 所以,肝硬化患者也不应激烟。 4.参加活动,量力而行,肝功能正常时,从事一些轻体力劳动是允许的,但应避免从事重体力劳动,工作之余可以根据个人爱好,适当参加一些文体活动,如弹琴、下棋、打太极拳、游泳、爬山等,这对调节个人情绪、增强体质是非常有益的。 但前提条件是每次活动时间不要太长,活动量以不感到疲倦为疑,夜间活动不要太晚,以避免过度兴奋而影响睡眠。 在运动方面,不要参加竞技比赛,特别是不能参加需要爆发力的体育活动,如举重、跳高、跳远等。 因为这些运动项目,会使负压在短时间内迅速升高,很容易引起曲张的食管被递静脉破裂出现,干功能不正常时,则应充分休息,尽量少活动。 可在家看看电视,听听音乐,转色,爱干连忙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